立法院九月份才开始新会期 不过考试院的人事案依旧延宕 民进党团就呼吁了立法院长韩国瑜 要快点加开临时会来处理 避免三万名考生的权益受到影响 不过韩国瑜人不但还在国外 国民党的立委们也不认为 现在有加开临时会的必要 而民众党团则是开枪民进党 休会期的立法院空荡荡 第二会期得等到九月才正式开始 但考试院的人事案立法院还没通过 民进党团呼吁加开临时会来处理 却遭到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否决 现在蓝白甚至讲了一副 好像要用开条件的方式 除非你让我通过什么东西 我才要来开 我们很想问 这些民众的基本权益 考生这么努力 数以外籍考生的权益 是可以拿来交换 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吗 就怕冲击明年要举办的初等考试 医事人员 护理师以及社工师等考试 影响到三万名考生的权益 民进党立委点名立法院长韩国瑜 而韩国瑜院长是立法院的大家长 是不是召开临时会 或者是在其他的时间 如何的安排 让两个重要机关的人事同意权进入审查 但韩国瑜上个月才被捕捉到人在英国参加 女儿韩冰研究所的毕业典礼 估计八月中才回到台湾 届时下一会企业正要开始 根本就没有时间开临时会 南委反咬民进党自己延宕 民众党团也表示 民进党当时拒绝延会提案 现在才企图赶鸭子上架 压缩立法院仍是审查的时间 国民党认为考生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只是人事案依旧悬档 立法院连休会期也能闹哄哄 记者迪罗同林俊廷采访报道